沒有錯 他真的是話題王 走到哪裡 話題不斷你知道嗎 可是你講這個話題出來 就根本就讓人家打臉你用的嘛 對不對 你說你今天這個行程 好啦 你說今天在嘉義在海線 那你在嘉義的時候 你去導一下那個什麼 陳明文跟彰化罐的選區給我看嘛 對不對 你去拔一兩根小柱子給我看嘛 我不要你拔大根的喔 你最沒有你小小的 你被一兩根我看看 你在沿海這個地方 全部都是什麼 比較不會那麼綠的 所以今天所有的行程 都在沿海這個地方 海線這個地方走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你看 我們再講好了 我跟他一直講說蔡英文在拔樁 前幾天我們不是講說他去彰化 那個王惠美是全程參與耶 而且還跟他講說 我要鐵路高家化啦 還有那個什麼精密工業園區啊 我就跟你講說 王惠美為什麼會跟蔡英文要這個東西 他如果覺得韓國瑜選得上的話 我整天當韓國瑜來 我再做一次跟你討就好了 我清單開給你對不對 那為什麼他沒事 趕快去跟蔡英文咬耳朵 這表示你說他已經看摔韓國瑜了嘛 好啦接下來我說實在話 他接下來不是要去雲林 雲林你廟很多對不對 你拜廟我再看看你 看你像是北港朝天公嗎 怎麼說對不對 北港朝天公的蔡永德 他是偏綠的耶 雖然廟門打開就信徒來 都逮者不拒嘛 那你去踩一個給我看看嘛對不對 你拜那一間廟有什麼路由 我就跟你講說你這個處地請經之旅 你要讓人家覺得說你有那個氣勢翻轉整個選情 所以要指導那個以前不挺我的人我都要去 他之前不是講的 越綠的地方他越要去嗎 對啊 那我就跟你講雲林我們再看他要不要去 北港朝天公嘛 接下來好啦 你五月的時候這幾天還有傳出來 五月的時候蔡英文跑去那個苗栗是誰做陪 現場是徐耀昌的是復學棚耶 幫他找了很多地方上的一些企業老闆 跟他坐在那邊哇那個賓主淨翻 那一張照片出來之後 整個桌面都清得乾乾淨 那標示說我吃飽了 不再說多久了對不對 徐耀昌耶 對啊 徐耀昌好啦那是對比好了 徐耀昌前幾天18號不是幫 幫那個韓國瑜做了一個肇事 場子嗎 後來不是邀請李家芬來嗎 大家都傻傻在那裡 等到所有的立委參選人全部跑光了 李家芬才說我塞在路上我用個視訊 我就跟你講說這兩個一對比之後 你就知道說你到底有用心選舉了嗎 大家是10票好 選舉是10票好 你是票在哪裡 好啦再講一下好了 這一張照片出來的時候 大家可能沒有什麼感覺對不對 你看這個人是誰 高雄區漁會的理事長 叫謝龍穎你知道嗎 當初韓國瑜在去年高雄市長選舉的時候 他就是因為什麼 蕭翰俊啊對不對 農會的系統啊 漁會的系統就是謝龍穎啊 農漁會全部挺韓國瑜之後 他才有辦法在高雄拿到89萬張票嘛 對不對 可是你看才四個多久 不到一年耶 他旁邊站的是誰 蔡英文耶 蔡總統耶 對 陳其邁耶 對不對 對啊 我也在現場 你也在現場喔 那個是我 所以就跟你講說 他現場還有一個什麼 那個什麼 旗開得勝喔 不是 而且我跟你講 為什麼會旗開得勝 因為那天大家覺得說 謝龍穎那時候是在挺韓國瑜嘛對不對 而且你現在跟韓國瑜 他還是他的那個什麼 工商協性就是賣貨的那個 兩岸關係的一個大員之一啦 就是他裡面的一個要員啦 所以就跟你講說他的成分是這樣嘛 那所以人家當初就講好說 你來的時候 啟聽漁民的聲音 這個座談會的時候 你不能在現場喊 喊蔡英文動算喔 動算這樣難看 對不對 你給議會理事長難看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 他們就講說不要喊動算 大家有默契 可是不喊動算之後講什麼 蔡其開得勝 不是一樣 對啊 而且還公祝蔡英文總統連任成功 那不就動算啦 所以我就跟你講 好啦換個一個句子之後 你就表示說 人家蔡英文現在除了顧妝之後 還在拔你的妝 你每天是像抽空的 跑去夜市洗洗的 想要喝啤酒 一點都不感覺到你害怕